來,我們來做一下 墨濃度的問題 好,那這個是最簡單的提醒 就直接篩就好了 連墨都不用求 就是告訴你有兩墨有0.4公升 然後呢,我們就是 溶子墨數除以容易生素 然後就都有了,就往裡面篩 五答案就解決掉了 答案五答案就解決掉了 OK,小事情 那這個呢,跟剛才一樣 就直接篩就好了 這個跟剛才一樣 直接篩就好了 那多少呢 多少呢 來 美女 叫做 4號 4號 0.6 請坐 答案0.6 就往裡面篩 但是有個地方要注意 它給的是500毫升 但是我們要用的是公升 所以500毫升要換成公升 所以 要0.5公升 所以呢,0.3除0.5 就0.6 OK 這就是最簡單的提醒 直接把它塞進去就好了 那這個 那這個不太一樣是說 他沒有告訴你末 你要求 然後他的求法是平常考試 比較少用的 就多少個去求末 那給我多少個怎麼變末呢 給我多少個怎麼變末呢 然後呢,就把它換一換 那就可以知道了 OK 這就是做法 把多少個變末 再一出代進公式就好了 然後呢 我們找大帥哥 這個叫做22 22 22 0.1 請坐下 答案 答案 我們就是要拿融值末數 除以容易升數 重點是要求末數 他給我多少個 我要多少個去求末 所以呢,去除 然後呢 算出來是0.5末 然後有5公升 再進去就是0.1大M 這個就是 代公式 然後呢 末 去除以升數 就是我們的末濃度 OK 簡單小提醒 接下來做一些 末濃度的題目 有這麼多功課 溶於水 10公升 這個是最簡單 最基本的提醒 叫做代公式 多少末 除以多少公升 就是多少大M 那問題就是要求末 給我質量怎麼去求末 質量要除以原質量 或者是分子量 所以公式叫做融值末數 除以容易升數 升數有了10公升 要求末 末就是要質量除以原質量 或分子量 所以那你需要知道分子量 分子量叫40 所以質量去除以它 你就算算是2末 那就有了2末 去除以我的10公升 答案就是0.2大M 就是最簡單 最基本的提醒 叫做代公式求末濃度 代公式求末濃度 OK 所以 停車站借問 這麼多的硝酸 配成800毫升 這裡有一個小問題要注意 這裡有一個小問題要注意 然後呢 就請問你末濃度有多少 OK 停車站借問 這個無法追咧 小女生叫做Number 3 3號 0.5 你說0.5 好 剛才 說就是要融直末濃度 除以容易生素 重點要去求末濃度 末濃度是質量除以原質量或分子量 所以要知道分子量 硝酸分子量 算出來63 所以去除一除 我們答案就0.4末 那有什麼小事情要注意呢 我除以容易生素 要用公升 他給我的是800毫升 800毫升 要換成公升 所以 0.8公升 或者是你去算試過 除以1000也OK 所以帶進去 就是0.5大M 好 所以這個要注意的事情就是 你要注意 我的分母是要放的是容易生素 用的是公升 他給毫升 要換成公升 其他都是所謂的簡單小提形 直接帶公式球 那這樣咧 現在倒過來 改成問題機 只是位之數的位置不一樣 其他都一樣 你只是位之數的位置不一樣 其他的想法是都一樣的 所以評測上面體積多少 他沒有要求要寫毫升 所以你寫公升也可以 好 寫公升也可以 隨便 看你要寫成幾公升 或幾毫升 因為他並沒有特別要求 帥哥男 叫做 33 33 33齁 你起立 你說什麼 0.1公升 100毫升 好 一樣 末數除以容易生素 末數就是要質量除以原質量 或分質量 硫酸分質量應該會倍了 98 所以算出來是0.5末 然後呢位之數不一樣 剛才是知道生素 然後帶進去求末濃度 現在知道末濃度去求生素 所以呢位之數不一樣而已 所以帶進去 就這樣 所以算出來就是0.1公升 0.1公升 這就是最簡單最基本的題型 代公式求末濃度 末數除以容易生素 通常容易生素不是問題 你要知道的是前面要做的題目 怎麼算末 怎麼算末 這是比較重要的 這就是我們的簡單小題型